最近,中国的巨浪三导弹非常的火。美国媒体报道了中国巨浪三发射成功的消息,中国国防部也在新闻招待会上予以了证实。可以讲,巨浪三导弹是中国国防实力显著增长的直接体现,为什么这么讲,下面我们将一一进行解读。 首先,我们就来看看,中国为什么要研发前射洲际导弹。或者说,前射洲际导弹的意义,是在哪里呢?用八个字来形容,前射洲际导弹的意义,就在于保存自己,消灭敌人。 作战当然得学会保存自己的力量。可是前射洲际导弹保存自己的意义,显得更加突出。如何体现这个意义突出? 中国是奉行防御型核战略的国家,不首先使用核武器。既然是防御性核战略,我们的核力量在敌军的进攻下,必须尽最大限度的保存下来。 可以讲,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,是对世界和平作出的庄严宣誓,同时,也为我国核武器的自我保护能力,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 同样面对在敌军洲际导弹的打击,我军的陆基洲际导弹损失,必然会比较大。但是,我军的前射洲际导弹的损失,是微乎其微的。 因为核潜艇自身隐蔽性好,所以,核潜艇搭载的前射洲际导弹,在敌军先发之人的核打击面前,不会有什么损失。 因此,我们有了前射洲际导弹,就有了对敌军进行核反击的重要杀手舰。 可以说,中国的每一款前射导弹,都可以找到对应的陆基型号。 中国的巨浪一前射导弹,为东风二十一的潜艇发射板,巨浪二前射导弹,为东风三十一的潜艇发射板。 刚好,巨浪三前射导弹,就是东风四十一洲际导弹的潜艇发射板。 巨浪三型前射导弹,吸收了东风四十一洲际导弹的诸多优秀性能。 首先是射程,为了达成对北美大陆的全部覆盖,巨浪三前射导弹,在射程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。 从巨浪二导弹的八千公里,发展到了巨浪三的一万四千公里。 恰好,我们的东风四十一洲际导弹,和东风五库伦洲际导弹的射程,就是一万四千公里。 有了巨浪三,我们对某超级大国的战略和威慑体系,就会更加的完备。 除了射程增加以外,巨浪三性前射导弹,环英用了一系列的新科技。 巨浪三前射导弹拥有强大的分导式多弹头技术能力,可以搭载八到十枚核弹头,对敌国本土进行核反击。 即便面对低军反导系统的拦截,这些核弹头,就能在空中做出蛇形机动,来规避敌国反。 同美国的三叉戟二第五前射导弹相比,巨浪三的诸多性能也是占优的。 三叉戟二第五导弹色射程,仅仅一万一千公里,而巨浪三的射程,为一万四千公里。 而且,三叉戟二第五前射导弹,只能携带八枚核弹头,而巨浪三所搭载的核弹头数量,最多能到十枚。 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,巨浪三前射导弹,都超过了三叉戟二第五。 值得一提的是,巨浪三前射导弹,在未来可由我国的超高速武器系统进行助推。 有了超高速武器系统,巨浪三前射导弹,就可实现一小时打遍全球。 造势后,敌方反导系统,将来不及进行任何的反应。 此举将进一步提升巨浪三导弹的命中精度。 有了巨浪三前射导弹,中国的自卫和反击能力将会大大的增强。 中国的国家安全,将得到最根本的保障。 巨浪三前射导弹的强大战斗力,也成为中国不首先使用和武器承诺的强大支撑。 舟际导弹射程超一万公里。 远大于领土之境,如何试射? 有两个方法。 核武器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威慑力的武器,拥有的国家都希望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威慑力, 也就意味着,要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其威力才行,这时便需要建设起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。 陆基洲际导弹,正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。 作为战略和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,洲际导弹具有比中程、短程,以及新命名的战区弹道导弹更长的射程和更快的速度, 主要被用于攻击敌国领土上的重要军事、政治和经济目标,主要拥有国为美、俄、中、英、法。 通常我们所说法洲际弹道导弹只射程,大于八千公里的远程弹道式导弹, 而目前几个核大国的洲际导弹射程,都在一万一千公里以上, 这时便有了一个问题,超过一万公里的射程,除了俄罗斯的领土东西跨度能够容下之外, 其他任何国家的南北、东西直线距离,都是远小于这一数据的, 毕竟连我国的国土直径都只有五千多千米, 那么洲际导弹研制中是如何施射的呢? 通常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方法。 一是全射试验,所谓全射试验,就是尽可能的贴近实战进行射击, 采用这一实验方式时,要解决国土距离不足的问题, 其实并不难,只需要将打击范围向公海海域延伸即可。 但是这一方法,如今基本不会被采用, 因为在任何国家都可以进入的公海, 陷密的风险系数较高,要知道根据国际法, 为了避免误伤等其他情况发生, 往公海发射导弹是一定要先上报的, 这也就意味着全天下都会知道你要进行导弹试射了, 各个国家的海军那时估计都会在目标点等着, 希望能打捞点什么回去研究,朝鲜过去试射导弹, 之所以往日本海打不往太平洋打, 就是因为离美国太近,怕底牌全被美国看光了。 二则是高射试验,意思就是将导弹垂直着发射, 看这枚导弹的最大射高是多高。 因为一枚导弹,可以打多远实际上是由公式进行推算的, 射高正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参数, 根据导弹能射出多高, 便可以计算出导弹可以打多远, 这也是目前各国普遍采用的方法。 中国新型洲际导弹曝光, 能携带50枚核弹头, 威力远超东风41。 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是中国最先进威慑力最大的导弹, 最大射程达一万四千公里, 战斗不可搭载十枚分弹头, 总当量达到二百万吨级, 拥有着恐怖的杀伤效果。 但中国一向讲究韬光养晦, 东风41其实不是最强武器, 目前, 中国军方秘密研制的一款洲际导弹, 威力远超东风41, 甚至超过全球威力最大的萨尔玛特核导弹。 接下来, 我们从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神秘的战略洲际导弹。 原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月8日的报道, 中国正在研制一种世界上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, 该型导弹的动力, 由快舟21火箭提供, 并在此基础上, 又增加了两个助推器快舟21A, 所以, 该型洲际导弹的战盒, 达到惊人的20吨, 要比俄罗斯的萨尔玛特导弹, 足足多出10吨。 更令外界感到不安的是, 中国的新型洲际导弹, 可搭载50枚分弹头, 比东风41多出40枚, 这就意味着该型洲际导弹, 可以轻而易举突防敌人的防空火力网, 从而对敌人的军政设施, 进行精确和打击。 美国媒体进一步透露, 由于该型导弹威力过大, 所以, 中国军方预计会采购6枚, 未来将部署在中国的导弹基地隧道, 从此, 中国的地下和长城, 又将新增300枚核弹头。 这6枚洲际导弹就像6枚定海神针, 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, 提高战略和威慑能力, 有着重要的作用。 另外, 除了采用地井发射方式外, 这款导弹以机动方式部署的可能性很大。 对于美国媒体的言论, 中国的媒体首先坐不住了, 并给予了猛烈的抨击。 环球时报评论, 美媒之言纯属无稽之谈, 目的只有一个, 渲染中国威胁论, 居心不良其心可诛。 据国内军事专家分析, 搭载10枚分弹头的东风41, 整体重量达65吨, 而中国这款新型导弹, 如果要搭载50枚分弹头, 重量保守都在百吨以上, 这相当于一架中性战略轰炸机的起飞重量。 如此巨型的洲际导弹, 是十分可怕的, 根本没有实战意义可言。 快周二十一, 作为一种航空运载火箭, 与洲际导弹的火箭发动机的设计指标相差很大, 两者完全是围绕不同的要求而设计。 将运载火箭改装成导弹火箭是不现实的, 稍微出一点点纰漏, 造成的后果难以想象。 所以, 美媒在这个时间点曝光中国的新型洲际导弹, 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。